柳東社區大學莫彩化研究社會老師張惠梅 好 這樣 拍一拍 淡淡地 淡淡地拍 剛剛有點面熟 面熟 我是老師 我是昆陽 哦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有... 社大的昆陽 對對對對 我覺得好像有點面熟 我是昆陽 好 來 大哥請回 老師 那我來請教你 那你設這個班 你有沒有想到說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達到什麼目標 以我自己來講 我希望我將我自己所學帶給學生 而且是比較快速的方式 因為我自己以前學 老師是畫給我們看 但比較不講解 譬如說你用墨調色啊 各方面 不會分解動作 更不會去跟你講 以前我記得我們在學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問老師說 老師你那個是怎樣怎樣 老師會回答一句 你就看 看跟直接點破 其實是差距很大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我既然要教學 我以前走的願望 我不希望我的學生在這個樣子 我就是盡力教 那你們能吸收多少 因為每個人的悟性各方面不太一樣 但我希望大家都能在短時間有看到成績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 就是說對退休生活的人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娛樂也好 或者說也許他在他人生的另外一段會活得更精彩 就是這樣 謝謝 那我 請問 請問 想問一下老師 今天我們家屬的技法 有特別鎖定的一個具體嗎 我們今天是畫海浪 海浪其實 很多人畫海浪是 那個浪 我們說固定的東西 就是有具象的東西很好畫 就是你透過練習很容易達成 那樂士就是他沒有固定的型態的東西 譬如說瀑布的水 瀑布你去看 今天看跟明天看不一樣 海浪也是一樣 那這棵樹你今天看明天看可能差不多 所以是 越是沒有定型的東西 就是越困難 然後學完之後 我們就是點成了這個之後呢 再回國頭來 檢視自己說 我們石頭畫的有沒有 紋路有沒有畫得很美這樣子 還是有貼近顯示 或者是說那個樹有沒有稱之不齊 或是有沒有什麼畫得不夠倉勁有力 那我們就會再回頭 再練習我們的樹跟石頭 然後就是不斷的練習 然後就是這一張 有些人可能畫一次覺得不夠好 有些人會畫五六次啊 七八次這樣子 就是不斷的練習這樣子 那上這個課程最有趣的地方在哪 那上這個課之後呢 我們出去看到山看到雨看到水 我們就會去特別的去注意他說 這個水要怎麼流 這個石頭上面的青苔是怎麼上來的 還有這棵樹長得怎麼樣 老師說的先把墨色先上去 有深有淺的墨都先上來之後 然後再來春叉點染嘛 班內我們學習的對象 可能都是一些大陸的 牽過來因為渡海山家 就是有很多 就是他畫的都是大陸的情 那可是我們在台灣 看不到那樣的情啦 我...我想... 班上到七十歲就貼嘛 喔 那好 你貼那樣就有這個 貼那樣就有這個 貼那樣就有這個 那你以前對外購就贏了嗎 當然有興趣 沒有興趣有人會來這裡 對 一定會有興趣 那你為什麼會選這個水墨... 水墨畫 不是水墨畫 我本來是水菜圍 喔 你是圍水菜的 我看...我老師喔 我詹老師他喔 這個水墨畫得很好 所以我看到我再來改功 我這一次裡面 經濟的是那個... 地價給我講 那家人說你是黑熟雅士 喔 黑熟雅士 那這機子 你的機子 這給我點黑熟雅士 還是都看了那個 還是能夠介紹到我 公路這樣轉著過去 到這裡是這樣 再過去是這樣 再過去是這樣 所以他不會是... 有點虛實 風乾後作品完整 歡迎加入莫彩畫研究 公民記者隨緣報導